大家好,我是謝時的小禮,大家早安 今天上次跟大家講過這隻Kiss Omos小腳車之後 我們又進了一個跟M牌某牌有點像的小腳架 然後它售價只要它的五分之一不到,它只要兩百元 一樣有一個非常輕便簡單的功能 你按下去就可以快速外向調整它的雲台 然後它不只出了這個黃色,還出了紅色跟藍色 非常的輕鬆方便,你看我從口袋裡就套出了兩隻 就是出家、居家、必備、砍尿架、小相機、燈光、手機甲都可以 歡迎大家來謝時試用,來看這三隻可愛迷你小腳架 謝謝 我們交給龍哥 大家好,我是龍哥 今天要介紹兩樣新產品 就是7TOK A7 R2 S2 Cage 那之前我們SKIA也有出一款,因為已經是限量的,已經售完了 那我們現在應觀眾要求,我們會從7TOK這邊進了幾組的HR2 S2 Cage 那這組Cage裡面,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有附了一個快拆座 大家看我手上拿著這一個 底下這一個是15mini的基本座 它跟這個Cage,它是可以快速分開的 那當你今天不用到,就是,裝遮光斗啦,或是裝最佳器的時候 這個可以拿掉 那可以只留下這個Cage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在Cage這地方 它旁邊這邊有一個木柄 它握起來會比較舒適一點 那側邊這邊,有一個HDMI的固定器 防止你的HDMI線脫落或是斷線 那在手把這個地方,它上面這邊各有兩個冷靴座 在Cage這邊,也有一個冷靴座 那方便你,就是我可以 比如說我要架麥克風也可以 或者是我要上,在手把這邊上LED燈也OK 那再者就是它,在手把上面這裡有 四分之一,八分之三的螺壓,側邊也是也有 那Cage上面也有一些四分之一螺壓 那方便你,就是在加裝 比如說我要加裝怪手 或是其他的延伸的配件 那 再來就是它底下的這一邊 我們可以先把它組合起來 比如說當我們今天要裝 追焦器或是遮光斗的時候 我就把它組合起來 那我前端這裡 因為它這個是15mm的管徑 所以我可以上任何15mm的遮光斗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底下這裡它也有 四分之一,八分之三的螺壓 所以如果我要上在油壓雲台上面也非常方便 那如果你覺得這些太重了 單純想用Cage Cage上面我這裡,它也是可以裝快板 我可以上在油壓雲台上面 我們只需要把這兩顆螺絲 鬆掉之後 它就可以上四分之一,八分之三的螺壓 在你的那個油壓雲台上面 那這個非常的便宜 它只要6800,它外包裝是長這個樣子 還蠻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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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另外一個就是 它底下這邊一樣 它會有四分之一,八分之三的螺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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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大家就是 可以鎖板子的部分 那 快旋鈕的部分呢 它為了 就是因為 一般它主要都是上一些大的機器 所以 它為了防止機器的體積過大 所以它旋鈕這個地方 它是可以調整方向的 那 一樣 它延似它原來 那個VC Pro 肩駕的那個設計 它的這個快速上面 它有一個 安全固定鈕 防止你的當機上會去的時候 快板滑掉 OK 那以上是我今天 兩樣的新商品的報告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交給 下一位 CINDY 好 大家早安 我是CINDY 還有反應過來的人代表你們都還沒有睡醒 大家好 我是CINDY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三 算是四樣小產品 那為什麼說它小呢 因為它就像王子的心意一樣 王子的新品 直接被我隱藏起來 你們都不知道我現在要介紹什麼 那在我介紹之前 我要先問大家幾個小問題 就是 有沒有人沒有摔過手機的 如果有的話 麻煩舉手一下 因為我真的很想拜師學運 我從iPhone5 直接摔到iPhone7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們有沒有人 不會用手機拍照 或多或少都會拍吧 沒有的也舉手一下 我就建議你直接用智障型手機 就是只有按鍵功能 跟那個 簡訊功能的那種手機就好了 好 那如果既然大家都會用到 手機來做拍照的話 那你們一定就是 譬如說我跟朋友去聚餐啊 幫朋友拍照 幫家人 甚至幫自己的寵物拍照 那你們就會遇到下面幾個 比較困擾的問題 我就直接幾個地址喔 就是譬如說 我女朋友都說 我把他拍得 又肥 又矮 然後 為什麼 要胸沒胸 要屁股沒屁股 同個場景就拍了兩百張 好 那不管 那不管你手再怎麼舉 都是會痠的 就算那個 手機的重量 是跟羽毛一樣輕 你也會撐不住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欸 我在拍我的那種 小貓小狗的時候 甚至是我家的蟑螂好了 他們都非常的活潑好動 然後你就沒有辦法 cash到那個moment 好 你也是要拍好幾張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一般來講 手機拍照的時候 我非常看到大家的標準姿勢 應該都是這樣 欸 欸 笑一下笑一下 然後這樣拍 我覺得這樣子舉久 如果是我舉一個小時 真的不行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換女朋友 也太累了吧 啊換小貓小狗 就沒有 還沒有承認性啊 那你需要的是什麼呢 你需要的就是這一個 7-Ock的 欸 好 7-Ock的 多工手機 多工手機握把夾座 好 那這個握把夾座呢 不要看它小小一個喔 它其實非常好用 我現在啊 如果我要裝我的手機 大家會有一個錯誤的知識 就是我們都會這樣子 慢慢的慢慢的去調整 所以我覺得這樣非常的累 然後那時候我就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看那個說明書 你知道嗎 可是 我是有認真去閱讀的 於是呢 如果你們要調整 你就把它壓著 然後快速的轉 然後你們就可以到你們想要的高 那我現在大致上 就是找一個我覺得我OK的長度 欸 好像不夠 那市面上有非常多手機夾 它是 裡面可能是那種 算是泡棉嗎 還是其他 材質的那種 保護的裝置 那這個的話 它像是有點像是橡膠的 那其實我覺得質感是非常好 然後我們又很喜歡裝一些 就是手機殼啊 然後有些是比較厚的 甚至有些是可以充電的 它就會非常的紅 那這邊其實 我覺得 是可以夾到非常 那種 非常厚的手機殼 好 然後這樣我把它鎖緊之後 如果現在在幫 如果現在是男生 好了 幫我女朋友拍照 你就可以 解決掉你終身的困境 你就到時候拍 拍到第199張 然後跟他說 啊對不起 我覺得太累了 我實在是撐不住了 然後你手機也不會掉 然後你們就可以 繼續握著 然後手牽手 繼續逛街好不好 好 然後另外一個呢 你看到這邊有一些 熱靴座啊 它這個的話 你們如果說 比較專業的人 像那種 手機攝影師也是有嘛 那我就可以外接我的收音設備 或者是一些 機頂燈之類的 然後我就可以做補光 然後做更好的收音這樣子 那另外 譬如說 那如果說 我今天要加在腳架上呢 這邊其實有四個 四個四分之一的路口 這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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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呢 在這裡 把它打開來 在這裡 那基本上 如果說 要架我們這一種 如果你今天不用雲台好了 你也可以拆掉沒關係 好 你就可以直接架 架著 那另外如果說 啊我想要比較快速一點 你可以先用在快板上面 然後再用在腳上面 也是可以 然後也可以有就是 抽行雲台的一些功用這樣子 再來就是說 好 如果我今天 啊我今天什麼都不想用欸 我今天就是沒有錢買其他東西啊 那是要幹嘛 女生都很喜歡看劇嘛 那男生看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女生看劇啊 你就可以這樣 我可以稍微把它 調下來一點 好 我就可以這樣 從早上九點上班 看到晚上六點下班 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好 好 好 啊我剛剛 我覺得不會這樣 我先跟我們老闆說一下 好 然後另外就是因為 其實你只要看到 四分之一的這個螺孔啊 其實它都有非常多的擴充性 那有些人喜歡用那種 像是蟹型夾之類的 如果萬用夾之類的 那它其實如果 它也可以裝在這邊 然後再用到那個 延伸桿上面 或是管子上面的管狀 也都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我會非常歡迎大家 就是直接來門市 就是看說欸 有什麼 我可以就是 自己自由發揮的 因為我們的小配件真的是很多 然後這一個東西其實 說重 也不是很重啦 就是 其實算很輕 可是也不是 完全沒有重量 那它主要目的就是 我為了要讓你的 我要做一個 有一個配重的感覺 然後讓你 就是拿的時候 其實會更無目的 所以我現在架上去 我就這樣拿 我可以這樣子 我是看他們是這樣子 就是我這樣子去操作手機 這樣子拿 然後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 拉進 就拉到你 適合你的 手臂大小 這樣 手腕大小 這樣 然後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這樣的功能 然後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會比較穩啦 然後這邊有一個 就是 像這種 水平底啊 如果你真的照片 每次都是拍那種 別人都寫你說 欸你構圖會怎麼 那個水平線都歪歪的 那可以當作參考一下 好不好 那這個我就介紹到這邊 那另外一個呢 因為我們這邊是賣攝影配件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一些 跟單眼啊 什麼比較有關的小東西 那我要介紹的 也是小東西 真的是很小 這樣子 它這一個呢 是7-0的 百變相機架 對 那基本上 它算是設計於給很多那種 比如說像運動型手 運動型相機 手機或者是類單 單反這種 但是要試計的是4公斤 4公斤的 4公斤的載重 然後這邊的話 我就用這個 DV來做示範好了 啊我現在沒有要說話 所以你們可以就是 稍微分清一下 我等一下再把你們刷回來 稍微看一下 好那我順便收一下 這邊啊 它就是有一些 有點像是齒輪的設計 然後它為什麼說百變呢 就是因為它可以變成就是 不同的一個支撐配置的概念 這樣子 我這邊就先跟大家 示範這個 像是提龍提把的一個概念 好了 那這個我覺得它下面附的這一個鎖啊 你們只要有10塊錢 都是非常適用的 就不用再用一些其他有的沒有 那這邊啊 要記得就是說 我要把它 剛好卡到它齒輪的這邊 要不然其實是鎖不緊的喔 這邊 它裡面其實還有彈簧 所以你們要小心就是 如果使用不當的話 彈簧會不會掉出來 然後導致這個東西的問題 那其實它就是一截一截的 我這邊鬆掉 就是鬆這一個 這邊鬆掉就是鬆 第三截 就會把它轉 都可以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樣子側邊 會不會看起來比較好一點 大家會比較 這邊稍微就可以 點這樣子 好 那它這樣子的話 就有點像是提隆的概念 就是你就可以去拍一些 比如說低角度的 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 大家最常 也不是說最常用 但是另外一個應該也算是 基本 基本穩定的一個 裝置的話 它是可以變得像 我們的握把一樣 就是全部把它夾回去 這邊往下 那基本上 因為像這個DV 它這邊有一個握 那基本上我們會這樣子握 這樣拍 然後另外一個就可以當作輔助 那如果全不夠 我們可以稍微傾向自己一點 這個重心 就可以讓它更穩定 然後它其實還可以當作自拍 所以你們就可以搭配這個一起買 那如果嫌這個太重 或是自己本身已經有一個 就是手機夾做的話 你們也可以直接做使用 喔 還有另外一個 它是有點像是 可以像是一個 肩架 肩架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算是 非常 值得買的東西 然後比較困擾一點 就是我覺得我可能會鎖的比較 就是 就是要慢慢這樣子鎖 這個沒有辦法 然後就會這樣 這個就可以說如果是這樣拍 就是可以稍微靠在我胸這邊 這樣子 就會有一個分散它重量的一個作用 然後再來就是肩架也是可憂 肩架的話 肩架的話 我實在也微微釋放 因為我覺得肩架的話 它可能後面 如果像有些人它會有一些 會在拍攝的時候 也會帶一些電池嘛 譬如說我是有什麼 比較像V掛還是什麼 或者再更輕一點的 一些電池的供電系統 它就可以稍微 我只是一個大概 但是形狀就是自己這樣子 後面可能掛一些比較重的 它會更穩 對 那這樣基本上也是可以 那上面怎麼掛東西 上面 上面這邊可以掛 如果它掉的東西也可以 那這邊有其他的孔 對 就是其實自己想辦法 因為我不知道要掛什麼 只要它可以穩定 然後又不會讓這個東西受傷 反正直接數來它四分之一 跟八分之三 如果通常會 對啊如果說你的裝置是這種 就是可以善用它的孔 因為它的孔其實真的非常多 就是四分之一跟八分之三的孔 都有 那如果說你真的 只有想要裝一些什麼 怪手什麼的 其實也都是可以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我說的 自拍感 就是你就把它全部用 用到最直 然後這邊也是 或者是 就是方便你自己去調整 你要什麼樣的角度 比如說我是這樣 然後我就搭配 我上面的這一個 我就直接把它架上去 基本上你應該會想要 就是完全的平 這樣子也可以當作一個 很簡單的自拍感做使用 就這樣掛上去 就這樣掛上去 另外一個 我發現的新功能就是 它也可以當作 多機架 因為它這邊有很多孔 那像我們本身的多機架 它也是 就是有很多那種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三的孔 然後如果你是什麼 比較輕一點的相機好了 你也可以就是 譬如說我這邊有孔 我就把它用上去 然後這邊就可以 譬如說 我有兩三隻手機 應該都不是問題 對 只要它是四公斤以內 就可 然後 基本上這個 我就介紹到這邊 然後我還有另外 兩個小東西 就略略跟大家提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給LiKa的那個 那個快門線 沒有 跟你們開玩笑 這一個呢 這個叫做LiKa LiKa 拜託來到我的英文小教室 千萬不要搞錯這個 不要很開心的拿 就以為是給你 格萊卡相機 這一個是LiKa 然後它這邊 有出一個就是 它算是比較簡單的 簡易的快門線 我拆一個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簡易的快門線 譬如說 我們現在就不講那種 多功能就是有什麼 縮時 拍什麼連拍那種 很多很多的那種 多功能的快門線 它這一種呢 它算是很簡單的 它就是讓你 譬如說我去拍什麼風景 我還是長鋪還是什麼的 逼快門 那我已經架在腳架上面了 我想要畫面更穩定 不希望我因為去 按那個快門鈕 然後早知 那個畫面有晃動的感覺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 只是按快門 那另外一個它就是 可以完全壓住 拉上去 逼快門的話 你就不用一直按這樣 這個 這個算是非常好用 那它目前呢 就是給 KANO跟SONY的 都有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 紅外線的這一個 紅外線遙控器 同樣也是給LINKED 那 它這個其實算是 跨廠牌的喔 KANO、Nikon、SONY還有PENTAX 都是可以用的 那基本上 要請大家注意一下就是 這個是紅外線遙控器 那你們 唯一要注意就是說 我的相機有沒有支援這個功能 那有些高階的相機 它其實反而沒有 所以這個 就是可能大家請購買錢的時候 注意一下自己的相機 有沒有這個功能 好 那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邊 歡迎大家就是 來看看好不好 來試用一下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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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